为在中和区热闹的华新街上 每三个月台北捐血中心的捐血车 就会在这里出现 新北市医员陈锦定 和中校里里长旅秋冬长期合作 固定时间就会举办捐血活动 希望养成附近居民捐血的习惯 让血库有稳定的库存量 虽然活动当天遇到了下雨 但是还是有许多民众 陆陆续续来捐血 因为现在又湿又冷 捐血的情绪会比较不好 然后现在也比较缺血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捐血 捐血活动是例行性的 一年有四次 每三个月一次 但虽然今天是风雨交加 但是我们捐血的行动 都不损理其他的天气的时间 那我相信今天的捐血 也非常的顺畅 也非常的多 同时来解决现在的血方 在里长和议员的合作下 捐血一带 救人一命不再沦为口号 不论是晴天或是下雨 只要到了固定的时间 志工们都会自动自发来帮忙 住在附近的民众 也都会抽空来捐血 里长旅秋冬表示 公益活动会继续办理下去 让更多人一起加入捐血的行列 数位天空新闻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人生